天台没亮 许多记者和民众就聚集在书邦国际机场 了解前首相纳吉和夫人罗斯玛是否真的是要在今天离开我国 在等待的过程中 民众发现一辆白色休旅车 正要驶入私人专机专区 以为是纳吉夫妇就立刻上前阻拦 现场一度失控 随后民众发现车内的人貌似前首相署部长杀西弹 而不是纳吉夫妇就立刻放行 接着机场警方为了安全起见 也出动轻行证报队维持秩序 证报队在现场镇守长达半个小时后就已经离开现场了 不过在我身后 还是有许多记者和民众依然不肯放弃 留在现场的 而刚刚警方就已经澄清说 今天没有接获任何关于纳吉夫妇将会飞往印尼亚加达的消息 在机场出现混乱情况的时刻 纳吉在脸书发文告指从政多年的他一直都没能和家人共享时光 因此他计划在大选之后短暂休息一下 不过根据华尔街热报指出 政府已经下令禁止纳吉夫妇出国 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单 可是不久事件峰回路转 移民局总监纳都斯里穆斯达法告诉东方热报 两人又突然间从黑名单解除 可以自由出境 不过之后事件再出现惊人转折 纳吉在推特发文指出 他一家人目前已正式被移民局禁止出国 他说在这段期间他将会配合移民局指示 继续留在国内 NTP7 于伟健采访报道